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父亲是英国犹太人 母亲是奥地利犹太人 他生长在维也纳 柏林 1917年出生 1933年 1933这个年代 他就离开了柏林 他到了英国 在英国读中学 进入剑桥大学 但是他有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身份 他是共产党员 他一直到1991年 英国共产党解散为止 他一直是共产党员 这个人 他所结交的朋友 很多都是共产党员 当然共产党后来遭遇到了一些事情 比如说 史达林的大屠杀 古拉格群岛 比如说 布拉格之村 坦克车 开进了布拉格 所以有很多共产党员 他就离开了共产党 但是他一直没有 他为什么不离开共产党 为什么一直到英国共产党解散 他才失去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为什么 这就是说共产党是为什么 我们脑袋里面 共产党三个字一出来 马上就是那个魔鬼 对不对 坏人 这个完全就是那种 把你塑造成的一个记忆 它就是要让你恨共产党 共产党是这样吗 我请问你 有谁心中永远有着贫苦的大众 有谁对于社会上的不公不义 永远要表示反对 有谁 我们在上个礼拜曾经讲过 共产党如果没有这么高的理想 共产党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号召力 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他控制的两个最大的土地 以及最多人口的国家 当然我们在上个礼拜也讲到 共产党后来的表现 是支持他的人大感失望 所以呢 共产党也替自己挖好了坟墓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以霍布斯邦以及霍布斯邦的朋友们 他们在一起的那一个经过 看到自己的理想 不断地在遭到打击 不断地在逐渐不能够成功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 当然另外一方面 它是非常杰出非常了不起的历史学家 他的革命的时代 资本的时代 还有什么 极端的时代 还有什么的时代 四个时代 革命的时代 帝国的时代 对帝国的时代 他能够写出 这四本书 是他写给一般大众看 但是这四本书 在今天已经是经典著作 才华 他能够写出这么了不起的书 当然有他的 大概是有他的一个努力 也有他的一个才华 另外他1917年出生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大概是2002年 差不多85岁的时候写 这85年来的变化 我们也在看这本书里面 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角度 他的表述的能力也非常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任何讲述的这件事情 他讲的是非常之清楚 而且有一定的深度 而且讲的又 他的修考的能力非常的强 他的表述的能力也非常之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任何讲述的这件事情 他讲的是非常之清楚 而且有一定的深度 而且讲的又相当的漂亮 我们举三个例子 这个很不容易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他把他自己的那种感受 他把他自己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 我先要问一下 他已清楚地成熟出来 我们举三个例子 就算看过 有没有哪位同学 当然这本书对于大家来记 除了历史系的学生 在举例子之前 我先要问一下 有没有哪位同学看过 看过一半以上 就算看过 有没有哪位同学 当然这本书对于大家来记 我们来看一段 除了历史系的学生 对大家来讲 都是有一点点的 他所生活的好 也就是2002年以前的 这段时间 他的一个看法 好 我们来看一段 他对于他所生活的 最后这一段 他所生活的好 也就是说2002年以前的 这段时间 他的一个看法 他说财奇尔 财奇尔知道是谁吧 财奇尔 英国首相 一个女首相 外号叫什么 天娘子 财奇尔时代 是20世纪最接近 一场政治社会 与文化合理的现象 但所带来的 并非好事 那场革命 凭借着任何民选政府 所拥有最不受控制 和最中央化的权力 非常大 是民选的 在英国动手 为一个不神圣的同盟 摧毁了在路上的 一切障碍 该同盟之成员 乃肆意追逐 最大利益的私营企业 以及专断独行的政府 换言之 那就是贪婪欲望 和杀文主义的结合 大家没有想到 财奇尔会被骂成这样 这个就是从左派的观点 你说财奇尔 离我们已经很远了 空间上从远 时间上也有局 好我们看看 他就是新自由主义 另外一段话 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 自己是一门日益认同 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的 科学的权威 确切说来 真正亟待批判的对象 就是新自由主义 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 自己是一门日益认同 全球资本主义利益的 科学的权威 这个科学就是经济学 并将过去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 受到那门科学的最高权威 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奖 无限推崇 结果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将近之际 诺贝尔经济学奖才颁给了 阿玛迪亚 在英国美国教授的经济学奖 接着再颁给了另一位不属于正统教义派的经济学家 大声几乎批判华盛顿共识的 在英国美国教书的经济学家 接着再颁给了另一位不属于正统教义派的经济学家 大声几乎批判华盛顿共识的 约瑟夫·史迪格里茲 他有一本书 中文翻译叫《另一个世界的可能》 英文好像叫做 Making Global Vision World 他这个是完全站在富里曼的对立面 完全站在货币共识理论的对立面 他们之所以终于获奖的理由 尤其是因为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项的评审委员 原先应该属于科学方面的最高学术奖 自由主义的观点 其实就是一种意识的观点 或许经济大泡沫在四季末 1997到2001年的破裂 我自己也终于打破了市场基本交易派的魔重 亲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伤害 早已庆祝难输 而这种预告存在的时间已经够久了 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推测 亲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伤害 早已庆祝难输 他里面讲到1968年 我赞成他的观 因为我也是主爱 但是对各位来讲1968 一点印象都没有 好 他里面讲到1960 1960年代 1968年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像越南人亨真实的豪情装置 英雄色彩 但是对各位来讲1968 一点印象都没有 既让英语世界的左派人士深受感动 1960年代 没有任何事物 能够像越南人抗争时的豪情装置 英雄色彩与悲剧性格那样 既让英语世界的左派人士深受感动 更促成其不同时代 与平日相互一对的派系团结一起 我在伦敦 穿着正式的服装 身上挂着战功勋章 刻骨铭心 穿越树林 前往山阳胡志明 顾居时 我们更是触景深情 当初正是他们代表我们 为我们进行了战斗 如果不能想象的话 你过去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图像 是什么样子被塑造的那些勇士们 如果不能想象的话 那你就要问你过去的利益 你过去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图像 大多数拉丁美国的百姓 依然贫困如席 相对来说 纵使扣除了过去20年来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 他们在2001年 其实比1960年早期更加穷 大多数拉丁美国的百姓 依然贫困如席 相对来说 纵使扣除了过去20年来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伤害 而且他们在2001年其实比1960年早期更加穷 这不仅是由于那些国家贫富不增的现象 突然出现 而且也因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定位 在全球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巴马上 巴西的国内生产毛额或许名裂 全球一般 而墨西哥整个变连 十六 但两国平均国民所得分别位于52年与60年 在全球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排行榜上 巴西始终名列前方 但如果我们要求拉丁美洲球员比较一下 自己在新的千禧年之初的生活 与父母亲的生活有何差别 那么除了少数灾区之外 他们的答案或许就算是我们的预决过得比较好 虽然绝大多数的国家 他们也很可能会表现 现在缺乏稳定性 而且更加危险 我不全同意或不同意 毕竟他们的拉丁美洲 自我四十年前才开始探访 才发现的地方 那是智利诗人聂鲁达 以杰出的巴洛克风格诗篇 与曼戈吉之中的马丘比丘之巅 那个张杰所描绘的地方 他透过这座 这座史基绿色印加古城以故的不知名建筑工人 道出了世人的心声 其结尾的最后一段主导词 石将胡安乃维拉科查自治 潘石胡安乃路心之治 石将胡安乃绿松石之孙 我从英国出发之前曾有人告诉我 如果你想了解南美洲 那就必须去马丘比丘 在那里两读这首诗 那一回我还没有见过 这位身材浑原的伟大诗人 其天然的创作素材并非高山 而是大海 而他那种美妙的房子 至今依然俯瞰 1962年 我正在马丘比丘读的那首诗 从夕阳西下时分 在窦桥的山坡梯节上 首次购买于智利书店 一本阿拉阿根廷平壮版 那首长诗 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我 以历史学者的身份 了解南美洲 我便不晓得 但是我明白 世人所欲表达的意思 而且知道他心中所缺乏的那些 胸肯广阔 口诀 古科业 古铜色 古铜 肤色 沉默无语的男男女 那些男女必须在安第四山的西伯空气中讨论 而那里几乎是南极与北极之间最不适于人们居住的地方 每当我回想起拉丁尔的教学 那些人就会浮现于我的心头 或许除了那位世人之外 我这个历史学者也对他们有所亏欠 有些人 我的研究有多棒 我的书有多棒 谁不让我出书 那个人很不好 看动物 看到那些人极其品 我觉得这个才是伟大的历史 有些人说 我的研究有多棒 我的书有多棒 谁不让我出书 那个人很不好 还骂他一顿 那是怎么样的品位的历史家 我们读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家的心灵 之前上过课的人可能有影响 这个才是感动人的 我讲的是谁 这本书 这本书 对大家来讲 我们读读看这样的一个历史家的心灵 这个才是感动人的 破不失方看二十一世纪 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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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主要的观点在里面 但是他的动人的篇章 太沉重 他的感人的地方 他怎么看这个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 他怎么看这个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 以及站在这个世纪之交 看未来的话 或许你可以去看看这本书 霍布斯邦看二十一世纪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居然说 自由主义的中心是不好的 所以受不了 有没有 或者想要替自由主义讲几句话 但是有不少的同学是 这个学习才修的 好 没有了 那我们就开始 讲我们今天的 要讲的东西 我们这个学习是从东京讲起 但是有不少的同学是 这个学习才修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 一下子从东京切入 我们大概还稍微讲一点 西境 西境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有特的意思 那个时代里面有 九位平官人法 不是说私家子弟都可以当官 为什么有最偏的内容 因为这些浮出海面的 这些进入朝鲜的人 他们都是说过最严格的 为什么 因为九位平官人法 不是说私家子弟都可以当官 私家子弟很多当官 非常优秀 要有激烈的竞争 所以每一个家族 要想维持这个家族 在他的政治 社会 经济上面的权势 必须要把家里的 基地培育的 非常优秀 所以出现了一批 极其漂亮 极其优秀的人 虽然是开启了一个 学术的新风气 可是 他们在这些人不做事 这些人不像 为朝卫时期的那些 清坛家 虽然是清坛 虽然是开启了一个 学术的新风气 可是 他们在政治上有报复 他们在实际的政治上 有作为 虽然这批人 负荷失败 导致 这个政治 学术的这批民主 到了西京 以亡言为首的这批人 不做事 不做事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连延进入到中原的 这些胡人 导致整个政治 越来越坏 社会越来越乱 人民 这些胡人 遭受到 最大的问题 还是从三国时代 开始进入到中原的 这一些胡人 这些胡人 不会就这样子下去 这些胡人 遭受到 非常可怜的待遇 这些胡人 遭受到 起而反抗 痛苦的起压 将会心火燎原 所以 任何人都清楚 这些胡人 不会就这样子下去 任何人都清楚 这些胡人 将会 起而反抗 将会心火燎原 所以大家都在谈 空言而已 有人就说 能不能把这些胡人 牵出去 怎么办 戏荣之 郭清江藏 但是问题太 政府太没有效应 根本就是 空言而已 怎么办 看来情绪越来越坏 所以很多人都晓得 有人就想到 有人就想到 秋风吹起 互相的 炉鱼针菜汤 那个美味 幼鱼针 我不要当官 有人就想 将在一片 洛阳的 铜駒铐 大的铜駒铐 在太阳照射 金光三色 跟他说 再见 我现在 我现在看到你 将在一片经济之中 大家走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上王 清华历史 东海王月的十万金银 完全被石的坚灭 东海王月 最后的整个西境朝廷掉在石乐的时候 石乐在后面的嘴上 你认为他们会为你所用吗 所以竹琪到土墙 把他们列在墙上 一身令下 石乐说 虽然如此 不可 加之以 这些人太漂亮 这些人太兴赏 不适合不得拿刀砍他们 所以竹琪到土墙 把他们列在墙上 一身令下 土墙 全部样子 这些人太漂亮了 就觉得 这个地方不行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东京的背景 南边人 江南的人 江南人怎么 江南人觉得说 你们当时 把我们无国灭掉 很多人 你们可 对 你们可没有对我们无国很公平 南边人 无国很杰出的人 到你们朝廷去 还是受你们欺负 江南人觉得说 无国的权力在哪里 今天你们要灭掉 那么无国复国的日子到了 你们可对 你们可没有对我们无国很公平 我们无国很杰出的人 到你们朝廷去 还是受你们欺负 今天好了 今天你们要灭掉 那么无国复国的日子到来 这个无人 无当复 无国能复杂 无国的权力在哪里 无国的权力在新军队 我就可以用这支军队 安排在江东地区的五人的手里 这个五人叫陈敏 陈敏当然看到了这个好机会 可是问 陈敏当然想 我手里有一支军队 我就可以用这支军队来讲过 江东 这个也叫陈敏 可是问题是 三国以来江东已经是一个氏族社会 如果陈敏得不到氏族的支持 他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氏族会不会支持陈敏 一批一批的事 氏族不会支持陈敏的理由非常简单 陈敏你不是氏人 你不是氏族 你没有氏族的松散 所以陈敏失败了 这个时候从北方来的一批一批的氏人 各个都有氏族的风范 各个都有氏族的神采 各个都表现出 氏族中最精美最漂亮的那一面 请问所以说南方的这些氏人 他心里怎么想 一方面想说 我们再讲一下 从北方来南下来的 另外一方面想 这些人是可以跟我们沟通的 这些人也真是漂亮 所以他们的心就开始犹豫了 一片相当落后的景象 那我们再讲一下 从北方来南下来的人 来的人看到了南方 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低低的房子 看到的是一片相当落后的景象 看到了虽然是有些氏人 但是这些氏人好像是各方面跟若阳还有些距离 总之他们在这儿看不太到一个力量 看不太到一个安定 大家心里都觉得 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小故事 所以这个是从北方来的 当然北方来的人很多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来讲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小故事 来了这么一个人 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男子 魏阶非常有名 魏阶大家一边记得 魏阶小的时候就非常重要 魏阶他一直说来 魏阶不是酸 魏阶是美 市场人都不买菜了 都保来 中国历史上最美的男子 魏阶 魏阶小的时候就非常漂亮 魏阶五岁的时候 他的祖父 把他摆在一个洋车上 推着到市场 市场人都不买菜了 都保来 这么漂亮 这么像个欲雕的人 我没有办法看到他 魏阶五岁的时候 他的祖父魏阶小的时候 就说这个小孩 为什么 喜欢用脑筋 跟别的小孩完全不一样 可惜 我年纪太大 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成长 魏阶小的时候 身体不好 为什么 喜欢用脑筋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请来一个 经常一个问题 他叫苦思敏术 比如说他有天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梦 梦是什么 然后他就不能睡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请来一个有声音的人 给他开招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一来往 你平常谈深刻的问题 只要谈深刻的问题 然后做了一些深刻的问题 卫阶的妈妈 不准卫阶经常跟别人来往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一来往 就谈深刻的问题 只要谈深刻的问题 卫阶的身体就受不了 西经摩年 卫阶就跟教育人讲 说这个地方不能待 我们要往往走 有一个人叫王毕 现在江东 有一个人叫卫阶 为言之序 决 跟这个人一谈 这个人大为敬 王敦说 以前在朝廷 有一个人叫王毕 现在江东 有一个人叫卫阶 为言之序 绝 为言之序 那些为言大序 那些最高妙的思想 我以为已经没有了 没有想到 今天又看到了 绝而复兴 这是王敦讲的 为言之序 那些为言大序 那些最高妙的思想 我以为已经没有了 没有想到 今天又看到了 这是王敦讲的 思想 请注意 王敦讲这个话 这件事情 说明两个 第一个 能够看出他见解高妙的人是谁 是王敦的 他不只是漂亮 所以王敦不简单 是他的思想 是他的见解的高妙 卫阶到了南方 第二个 能够看出他见解高妙的人是谁 是王敦 大家就跑来看卫阶 所以王敦不简单 太美了 有一次 卫阶身体有点不舒服 所以一出门不可 卫阶到了南方 一出门大家都来看 他总不能给人家看一个病烟烟的样子 所以只要卫阶一出门 大家就跑来看 好美好美 这叫做看死未见 这一出门不可 一出门大家都来看 他总不能给人家看一个病烟烟的样子 所以他强大精神 把人看 好美好美 未见回去之后 太热了不死掉 这叫做看死未见 未见是被看死 好 这个小故事 到了南方的这些人 未见为什么最美 看到情形真的是很哀伤 有人说 那个王导 他的分析不错 大家就跑去找王导 到了南方的这些人 怎么办呢 看到情形真的是很哀伤 有人说 在动乱的时候 那个王导 他的分析不错 大家就跑去找王导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够安定下来 现在一片动乱 在动乱的时候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够做地点角度 只有一种情形才能够安定下来 那个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放平静 把各种的事情放平静 不要随着动乱 再去做很多的事情 再把动乱更加的发展 不要安定下来 安定下来 那怎么安定呢 就是好 我们这批是从北方来的 我们是新来的人 原来有些世主是旧有的人 我们策划 让新来的人 就有的世人 我们能够信守合作 我们能够互相扶持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做到这里 这个人大家可能认得 也可能不认得 大家听听 有道理 动乱之中 不要再享受新华 动乱之中 力求很大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大家可能认得 也可能不认得 两个人 叫祖替 在 斯州 斯州就是洛阳 在 文姬齐武 是小学客能力的事情 祖替跟刘坤 两个人 文姬齐武 听到鸡叫 听到鸡叫 天亮了 起来锻炼身体 在 尽数上不是这样 在 斯州 斯州就是洛阳 在洛阳 刚刚考上公园 住在同一个宿舍 鸡叫表示什么 大家就想 听到鸡叫 天亮了 起来锻炼身体 中原将乱怎么样 中原将乱的话 英雄豪杰 就有出头的机会 听到鸡叫 鸡叫 鸡叫表示什么 鸡叫表示 中原将乱 中原将乱怎么样 中原将乱的话 英雄豪杰 就有出头的机会 这个是 主帝跟刘坤 当时 斯家 主帝小的时候 家里面 主帝跟刘坤 叫他去收住 他跑去了 刘坤是漂亮的 不得了的人 那个中原人说 主帝 主帝是豪强 豪强不是斯家 你就不要叫吧 主帝小的时候 所以他去了 家里面有些 有些田 叫他去收住 这个学 那个中原人说 你不要去 我家里面有生病 你那个学问子 太差了 你就不要叫吧 所以他去了之后 还得要上台北 还得要去新竹 还得要念 台青雕才行 后来就跟这个年轻人讲 你不要以为 大家都看得不错 你那个学问子 太差了 你今天要做事情 还得要充实 还得要上台北 还得要去新竹 还得要念台青雕才行 主帝这样子 然后就到了四周 到了洛阳 在洛阳不书 然后才跟刘坤 变成室友 让我来规划 主帝就带了他 那一个地方 一千多人 然后跟家里的父老讲 这个地方不是 一千多人 非走不可 非常非常 家里面说 那走 那怎么动啊 让我来规划 危险 主帝就带了 他那一个地方 一千多人 到了南方之后 主帝就跟王道家 非常非常 胡人为什么能够占有中原 不是胡人开墙啊 是我们犯了很多错 我们做出了事情 所以胡人占有了中原 到了南方之后 主帝就跟王道家 如果胡人为什么能够占有中原 不是胡人开墙啊 是我们犯了很多错 所以我们做出了事情 所以胡人占有中原 请你给我装备 过去 改头坏面 如果我们能够 彻底检查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步伐 我们很容易就把胡人赶走 所以 请你给我军队 请你给我武器 请你给我装备 我去 施展一番 为什么王道不这样讲 王道也会说 好啊 我们现在正确这种 英雄人物 这个是不错不错 我来调军队 我来 王道基本政策 弄一些装备给你 王道不这样讲 为什么王道不这样讲 为什么王道不这样讲 因为这个跟王道的最基本的政策 是违背的 所以 王道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王道基本政策 就是我们这个上面讲的 唯正已尽 什么事情都不要动 什么事情都不要变 但是主题 所以 主题北法的时候 一记杜将的时候 带了自己的人 王道非但没有派人给他 武器都不给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那江东的问题 是不是要解决了 那江东的问题 是不是要解决了 南方两个人跟北方人 就细手和克 就互相扶持 就共度难关 天下是有那么容易吗 出生门地高了 做大官 第一个问题 朝廷里面的大官 谁做 所以大官都是 按照 为政与敬 做任何改变的话 这要看你出生的 所以那个政权是一个外来政权 出生门地高了 做大官 谁出生门地高 中原那些事 所以大官都是 难度的一贯 都是来自中原的人 都是外省人 所以那个政权 是一个外来政权 当地人爽不爽 王导第一句话 就是学台语 大官都让你们做 王导知道不说 王导当然知道 王导怎么办 王导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策略 我尽量地去跟你拉好 王导第一句话 就是学台语 王导是不够高级 你知道 当地人都要学中原 台语是上不了台面 当然你不要想 真的是台语 武语是上不了台面 武语是不够高级的 当地人都要学中原之音 有人说就是客家话 这个要我们学语言的同学 是不是如此 这是王导 他就学台语 学武语 接好跟当地施主的关系 他跟陆家的人讲 说 我有一个 儿子还没定清 听说你们家 还有个小姐没许 我们能不能接着 情境之好 这陆家人回答 你们算什么 说 那个松树是长在高级的山边 刚朝宰相 是在一滴的山脚 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摆在一起 非常低的资产 意思是 你们算什么 有用吗 我才不要跟你解释 王导 刚朝宰相 王导有没有说生气了 没有 默默逼 非常低的资产 去拉 有用吗 有一半的用 另外还有一个实际的做法 这个实际的做法 就是跟这些 从太湖流域 不准你买地 说 你不要以为你这次来 带了不少 美金 珠宝 黄金 你不要以为你带不少东西来 我告诉你 当地最好的地方 太湖流域 不准你买地 你绝对不可以侵犯到 当地人的经济力 我们晓得 一个四家大土 最重要的是 它要有一个经济基础 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庄园 那这些人到哪里去 不准南渡的世人 用雄厚的财力 去侵犯原来江东世人 有的经济化 那这些人到哪里去 王导 他开放三陵穿折 三陵穿折原为国家 所以 现在三陵穿折 所以这些人呢 就跑到今天的绍兴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经济上原有的利益 并没有受到 政治上面 南方的世俗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但是经济上原有的利益 他能够把局势稳定下来 我把苏东进王导之工业这一篇文章 的头跟尾 最前面跟最后面的部分 把他选录下来 那我们念一下 一开头 陈一学怎么讲 说王明胜 十七十三却 五十禁书 王导传 多亿美条 忘记 王明胜是清朝 非常有名的一位史学家 他的名著 就是十七十三却 是他自己认为 很得意的一本书 王明胜说没关系 将来人们记得了我的 王明胜做官贪污 贪污了几百两金子 人家记得我的是十七十三却 有人就讲 说你做官贪污 这就是清朝 不好啊 将来留下恶名 王明胜说没关系 将来人们记得了我的 不是贪污了几百两金子 人家记得我的是十七十三却 这就是清朝人 语字诸多亿美 讲了很多好话 我有学问 我有著作 我做两话 你看他这著作怎么讲 他说 王导传一篇六千余字 诸多亿美 讲了很多好话 你去看是什么呢 要知看是黄黄一代名成 其实乃无一世 什么字都没有 徒友 门法显荣 只诚观世 所谓一载中心 称江左一无者 五不知其何在也 这个是黄明胜 对于史书上 一直称善的王导 好像要翻案了 考遍史实证明 茂雲雀 他有个案子 银雀案 王室为清代史学名家 此书服为四所习之 而此条所言 外谬特上 故本文考遍史实证明 茂雲 茂雲就是王导 王导至茂雲 王茂雁 实为民主之功臣 本文仅具当日的情势 善明王导在江东 出其之功业一点 或可供读使者之参考也 好 最后文章 末了 总而言之 细今末年 北人对抗南西孙吴旧长 当时胡杰强盛 而江东之实力 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 一般苏族实力为博 官成敏之败王 可以为政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王导之笼络江东四族 统一内部 结合南北人之两种实力 以抵抗外人 民族应得以独立 文化应得以延续 这篇文章 文化应得以序言 不畏民族之功臣 是非 平情之路 给王导下了一个结论 我相信大家 王导做了些什么事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依据什么 就是依据陈宁确这个书里 这篇文章 我现在要有个问题 就是 陈宁确的讲法 跟王导是非常的不一样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 陈宁确讲的是对的 陈宁确讲的是好的 有没有哪位同学 陈宁确讲的是不好的 那我们问 陈宁确跟王明胜 在看王导表现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方法上 有这样的主要不同 有没有哪位同学 有没有哪位同学 马上就了解 我在问什么问题 马上就能够反应 说哦 这个方法就是不同 书上就是短短的 这个方料理都已经透露出来 王明胜他用的 王明胜我不在这 有没有哪位同学 这因为他方法上有问题 陈宁确我们觉得 我们讲得很好 这因为他方法上 我们比较欣赏 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他方法上 王明胜他用的 王明胜我们不赞成 他的讲法 是因为他方法上有问题 陈宁确我们觉得 讲得很好 这因为他方法上 我们比较欣赏 这个方法是什么 我们这个资料里 拿几句话 我觉得据当日情势 这个是陈宁确的方法 你还在讲内容 所以这个方法 我们欣赏 那么相对的来讲 王明胜的方法呢 有没有哪位 看一下 这个虽然是没有 写在里面 我觉得据当日情势 这个是陈宁确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方法 我们心事 对对对 那么相对的来讲 就是看书 就是看书上记载 然后就把那个书上记载 这个虽然是没有 写在里面的 可是呢 他完全没有 透过书上记载 透过表面记述 对对对 就是看书 就是看书上记载 就是看书上记载 然后就把那个书上记载 没有什么事 就觉得他不行 他完全没有 透过书上记载 透过表面记载 进入当时情景 进入当时人员的心意 进入当时 这一篇指定阅读呢 意思就是书上记载 北京大学教授 现在还在 等到我们选课人数 确定后 我们就要开始去迎讲 印度 这篇是西南年大帝 这篇是田玉庆写的 是王与马共添想 田玉庆 北京大学教授 现在还在 过年纪相当大 他是各位的小 他是西南年大帝 田玉庆来年的是医学院 抗战期间 他这篇 觉得医生 没劲 他这篇是 继承一大病 国家社会的病 什么东西呢 就是 当时王岛到南方来 这个跟八王之乱有关系 他这篇 其实写的相当好 八王之乱 到了最后掌权的 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司马越 当时要准备角途三窟 当时王岛到南方来 这个跟八王之乱有关系 八王之乱 到了最后掌权的是 东海王司马越 东海王司马越 当时要准备角途三窟 一窟是他的东海国 另外一窟 他就摆在江东 所以他就跟王岛 找一个人 王岛就找王岛来 我母亲过时 跟王岛讲 所以王岛在南方是 组织一切的 说了算的 然后再回来 当时情事多么紧张 这是后来的金元帝 当时的事情多么复杂 母亲过世了 跟王岛讲 我母亲过世 我想回家一趟 王岛说你去 他就回家办上市了 然后再回来 当时情事多么紧张啊 当时的事情多么复杂 北方之间的关系 都是八王之乱 他不是负责的人 负责的是王岛 很大的联系 八王之乱 最后的对立 就是东海王岳 这个可以看出来 后来 东京的政权 跟北方之间的关系 都是个八王之乱 有很大的联系 八王之乱 最后的对立 就是东海王岳 跟成都王岳 我觉得他这一段 是写得非常深刻 会不会有一个人觉得 很不高兴 好 有一个人觉得说 东京的政权 建立了 稳定了 那我呢 我呢 各个士族 开始掌握很大的权势 大家想想看 会不会有一个人觉得 很不高兴 有一个人觉得说 就是东京的第一个皇帝 那我呢 我呢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人觉得不舒服 是谁啊 说 我这么样子把权势 这些士族的力量转而为我国 所以他就找了两个人 所以 刘伟 就想说 我怎么样子把权势 这两个呢 帮他做一件事 这些士族的手上转过来 所以他就找了两个人 把这些士族的权势 把士族的力量转而为我国 一个人叫刁邪 怎么转 这两个呢 帮他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 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些士族的权势 把士族的力量转而为我国家所有 怎么转 把这些原来很多的人民 从士族的控制项 转而为我政府的手中 转而为我政府的力量 而不是列明于国家 户籍上的预复 那我是不是把这些摆下 从士族的控制项 转而为我政府的控制 转而为 转而在我政府的手中 他就开始做这个事 做这个事 当然这些士族就很不高兴 你怎么把我的人要争取 争取干什么 争取 他就讲争取 对付北方的胡人 所以这些士族就说 他整套的政策叫做 克随 主替当时到了北方 到了北方 主替很受到北方的污宝 非但是说把人争来 而且还用一些新的人 比如说 主替当时到了北方 到了北方 主替很受到北方的污宝 非常地守信用 北方就是一个独立的力量 所以大家都支持 主替到了那边 所以主替没有多久 黄河以南的地方 非常地苦干 这个人非常的讲道理 这个人非常的守信用 主替的对手 这个人我们钦佩 他讲话 说了算 对大家都支持他 所以主替 黄河以南的地方 几乎对主替受复 主替下面有人犯了罪 跑到石墩那边去 主替的对手 是时乐 时乐都看了主替 你讨厌的人 我也不喜欢 时乐的方法 就是好好把主替 家里面的坟墓修好 非常清楚 主替 下面有人犯了罪 跑到石墩那边 所以他不是跟你硬的了 石墩马上受败 他跟你用政治手法 主替 你讨厌的人 我也不喜欢 这个时候 时乐为什么这么做 朝廷就派了一个人 非常清楚 去代替主替 主替的力量 这个人叫代曰 所以他不是跟你硬的来 他跟你用政治手法 代曰你 绝对不是说 是一个随着面面的人 这个时候 朝廷就派了一个人 去代替主题 我们的资料里面 这个人叫代曰 在静书的代曰传 代曰是什么人 大家看一下 绝对不是说 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 代曰是一个大人物 这个人 我们的资料里面 有一段 在静书的代曰传 大家看一下 代曰是犯高祖庙会 那个疑是错的 应该是高祖 祖宗的祖 高祖庙会 因为静书是什么人写的 静书是唐朝人写的 唐朝人里面 唐朝的高祖的名字 是不可以随便讲的 唐朝的高祖是谁啊 李渊 所以呢 他不能讲代渊 他要讲代若思 若思有风仪 性险爽 少好游侠 不拘超险 年轻时候 是一个 不是那么规矩的人 欲陆基赴洛 船装盛盛 虽与其徒共掠之 听说陆基 陆基是南方的名士 他要回到洛阳去 带了很多的东西 去抢 若思登岸 聚湖床 指挥同旅 贤得其宜 戴若思 年轻很轻 在那边指挥 即察见之 之非常人 陆基在船上看 有个年轻人 在指挥行人 在抢我的东西 你看 这个好帅啊 指挥得好棒啊 这个人人才人才 于在坊屋上摇位之乐 我就跟他讲 亲才如此 乃夫做捷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若思感悟 带若思听说 哦 原来有人欣赏我 原来我才华很高 因流涕 投见旧知 说好 我不做这种不好的事情 基语言 身家赏意 随语定教 陆基 是当时在洛阳 最知名的南方人物 所以陆基在洛阳一宣传 那带苑马上就收到 上流社会的欢迎 所以比较起来 主题还在那边 文基起舞的时候 带苑已经跟上层社会来往 所以讲起名气 讲起声望 带苑绝对不在主题之下 所以派带苑去取代主题 派带苑取代主题 一般的讲法就是 带苑是一个清台民事 主题觉得一个清台民事跑来这儿 我心里面非常的不爽 一气就死了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主题呢 也是格局太小 其实不是 主题是死了 但主题看到的不是 派了一个清台民事 主题看到的是 代言跑到这里来取代我的意义是什么 代言跑到这儿来取代我的 可能的影响是什么 他觉得这个 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请问影响是什么 这个影响就是他非常清楚 要用一批南方的世人 来取代原来的 有权势的世主 也就是说 朝廷的政策 跟社会上面最主要的 那一个世人的力量 形成了一个严重的矛盾 而且会产生立即的冲突 这个冲突一爆发的话 他自己一切的努力 都会化为无用 所以他感到非常难过 好 这个时候的王敦 我们刚刚讲过王敦 王敦在荆州 王敦在荆州 西京某年 中原大乱 很多人都晓得胡人来了之后呢 无法安居 所以就开始跑 其中有些人就进入了荆州 进入荆州之后呢 当地有个地方官 就觉得这些人好可怜 就替他们提些建议 这些人就说 站好 你干脆不要当我们的领导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官 一向就变成荆州流民的领导了 这个人叫做杜桃 杜桃 杜桃一直是想 把这一些从中原逃难 流亡到荆州的 这十几万人 怎么样安顿下来 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过日子 每次跟朝廷讲 他说那你投降 杜桃说可以投降 没有问题 但是有人就是不让 什么人就是不让杜桃投降 什么人就是不让游民投降 什么人就是要跟流民打 就是西津的一些军人 所以签了约 就被撕毁 达成协议 又遭到破坏 所以杜桃非常地生气 就跟西津最后形成了一个激烈的冲突 但是杜桃的对手太强了 那杜桃完全没有办法克服 这个人叫陶坎 陶坎大家认得 因为他是举重学生 陶坎南方人 陶坎是 他不是汉族 南方人 陶坎非常的解释 陶坎之所以后来成名 是跟他的母亲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都听到过陶坎一些小故事 陶坎起先去做一个小的植物 干什么 管鱼塘 管了鱼塘 就抓一条最肥美的鱼 回去孝敬母亲 母亲不高兴 母亲说 你管鱼塘 让我高兴的事情 就是把鱼塘管好 抓一条大鱼来给我 这个让我难过 陶坎就想 哦 做什么事情 要不然做好 后来有一个人要到洛阳去 陶坎就想 这个人如果到了洛阳 替我宣传宣传 对我是非常有利 所以就跟妈妈商量 说能不能够我请他吃吃饭 妈妈说可以 然后他就来了 来的时候 那个酒席整治得非常的好 谈话谈得非常的好 这人大为惊讶 就觉得陶坎真的是非常有才华 非常有能力 后来他就陶坎送他 送他说你不要送我了 我到洛阳 一定替你向大家介绍 他敢回来就问吗 说我们家这么久 你怎么能够整治这么好的一桌酒席 他妈妈就讲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家的屋顶薄了很多 你有没有看到 我的头发变成很短 后来这个人在洛阳一宣传 那陶坎到了洛阳 大受欢迎 所以陶坎是在西晋末年 已经有名于东都 跟代渊一样 这个时候 陶坎就是杜坎的主要的对手 那当然杜坎 打过陶坎 杜坎的十几万的流民 就被陶坎解决 被陶坎解决 可是陶坎是在王敦之下 王敦应该重用陶坎 可是王敦 我们刚刚讲过 王敦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王敦是一个厉害角色 王敦一看就晓得 陶坎是这样的人 王敦决定不用陶坎 最后就把陶坎 派到广州 广州那个地方 既远又没有事情 陶坎到了广州 怎么办呢 于是只有练体力 对不对 就把那小的陶坎搬砖 王敦在荆州 当然王敦不会把荆州给淘坎 但是荆州下面还有什么江州 乡州 还有很多州可以给淘坎 他就是不给 王敦在荆州 王敦这个人物再讲一下 王敦不是简单的人物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王敦对卫界的赏识 习近末年 几个年轻的官员 大家一起 每个人讲个得意的事情 这个人讲他得意什么 是那个人讲得意什么 轮到王敦 但王敦什么话都不讲 卷起袖子几鼓 鼓声一抢起 所有人都下一个 史书上记载王敦 风暮才生 眼睛像蜜蜂 声音像豺狼 这是个怪象 他在荆州 所以呢 他就指责朝廷 指责流伪凋血 指责流伪凋血 指责流伪凋血的磕水之阵 而且说明 我不会做事 我要带荆州之众 下来逃伐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真正的问题是 健康城里 东京都城里的人 心里着想 王敦 大军 沿江而下 我们支持吗 可以以下犯上吗 可以 大臣 假借什么名义 对皇帝 用兵 可以吗 但是他为什么要举兵 他为什么要进攻朝廷 他是为我们 士族的利益 我也是士族 如果他得胜 我可以得到好处 如果他 不管的话 我的力 好处 我的势力 不断地被减弱 所以 这些在朝廷里面的 士人 非常的彷徨 非常彷徨 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人 民事之中 民事之中 只有一个人 说王敦 绝对不可以 这样做 绝对不行 这个人 叫做周济 怎么可以下犯上 怎么可以 归军向阙 绝对不可以 讲到周济 可以稍微谈一下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禁书 列女传里面 叫做李若秀 周军的父亲 周济的父亲 有一次打猎 带人打猎 下雨 雨好大 去躲雨 就跑到一个农家 农家里面 男主人 不站 就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 说你们来干嘛 说对不起 我没下这么大雨 我来躲下雨 后来这个女孩 又问了 说你们吃饭了 没有 没吃饭 没一会儿 就弄了一桌 大家吃得很高兴 这个男主人 回去的时候 一直想到这个女孩 然后呢 就说正好 干脆把她取来 当小太太 就派人去说亲 结果李若秀的爸爸 李若秀的哥哥 都说不行 我们家女孩 怎么可以当人家的小太太 李若秀就出来讲 我们家 靠爸爸你 还是靠哥哥你 你们两个能让我们家怎么样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靠我了 对不对 我如果家过去 我们家才有希望 靠你们怎么行 是不是 那爸妈 爸爸跟哥哥 也不敢讲话 他就嫁过去 嫁过去了之后 就生了 三个小孩 周济 还有周松 还有个小弟弟 三个小孩 等到 这两个兄弟出来 表现相当好 很有声望 也中了不小的关 妈妈讲话 说 我嫁到你们家 是为我们李家的 你现在要 想办法照顾一下 我们李家的婚姻 我们李家的任务 那么周济 周松两个兄弟 当然就照办 后来 到了南方了 到了南方 有一次 老太太 就当了 这两个儿子就讲 说 虽然天下大乱 可是 我们来到了南方 你们两个兄弟 现在呢 位置也不错 而且呢 声望也很高 我感到非常的满意 弟弟马上跪下来 说 妈妈 哥哥名声甚高 能力不弗 而我呢 我又是特别喜欢 跟人家对抗 我们两个 最后都 不会有好的下场 所以 妈妈 你还是会 被弟弟来照顾 我觉得这个故事 非常的好 为什么 因为你看 金苏恋女子 你看她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那个女子 都太厉害 新鲜阴啊 还有那个 软式女啊 对不对 那你看这些都害怕 有个女子 长得丑得不得了 结婚的时候 新郎圈 都吓死了 然后呢 说 有一个人来 说 还好 他来 他来一定是劝他 那个人呢 就跟新郎讲 说 难道你岳父 不晓得他女儿丑吗 你岳父 一定晓得女儿丑 一定觉得对不起你 所以岳父 一定会提拔你 你岳父一定会给你 很多很多的好处 然后他就 被嫁了进去 讲去 你可能又那么丑 又跑 一把抓住 说 这个 什么 妇女有四得 我只差一个 没有妇容 其他都有 君子有那些 你有些什么 他打不出话了 两个人 讲话讲话讲话 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男的 完全被讲服 后来那位先生 一切事情都要向太太请教 太太在后面传号施令 让她在外面做事情 所以你看那近书店女传 自说行语 弦愿篇 那些女孩 你害怕 太聪明 太厉害 像那个谢道运 我觉得谢道运是 中国历史上 女子中 智商最高的一位 最聪明 但是 李洛秀 就是蛮普通的一个女孩 所以读她的故事 特别亲切 这个是周济 当然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的处境 非常非常的 尴尬 这个人的处境 非常非常的 为难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有一人的处境 在这种情况下 他 他不知道怎么办 王岛 王岛 是王敦的堂弟 如果你不知道 他是堂弟的话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 他们都姓王呀 他们是一家人 所以 金元帝 金元帝到底 相信不相信王岛 到底相信不相信王岛 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王岛 所以有一次 这个金元帝 召见周济 王岛 一听说 王岛带了全家老少 事物事口 就站在 那个宫廷 外面 那么 周济进去的时候 王岛就说 周济兄 柏仁兄 你看看 我们全家几十口 都在你的手中 请美言几句 进去了 金元帝问 周济 王岛会不会跟他堂哥 一起谋反 周济说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谈完之后呢 金元帝很满意 说喝酒 周济就喝 喝得醉醺醺的出来 天都黑了 一看 几十个人还在问 王岛就问 说 柏仁兄 你有没有替我讲好话 周济说 什么人做事 什么人当 就走 后来 王敦攻进来 攻进来之后呢 那当然是有人开门了 谁开门呢 就是那个管承门的士主 士主为什么要开门 为自己利益啊 开了门 开了门是王敦进来 进来之后呢 就跟王岛讲 我想重用周济 王岛不言 说 哦 你不推荐 杀了他 王岛不语 好 最后呢 王敦就杀了两个人 一个人 就是周济 一个人 就是戴约 把这两个杀了 而这两个人 刚好就是 北方南渡 士族的 知名人物 以及南方士族的 最有名气的人物 两个被杀了 所有士族的心 喊掉 原来想 你来了之后 能够听我们 士族做点事 没想到 你这样子 后来 王岛进入宫中 看到宫中的资料 看到宫中 周济 跟进原地 地保王岛的记录 王岛就说 我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 千载之下 父此良有 这个典故 我不杀伯仁的典故 就是在这里 所以 士族的观念 有了很大的改变 对于王敦 再也不予以致识 我们下面呢 有两篇参考读物 一篇是唐长茹 大陆人喜欢念唐长茹 他叫做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王敦之乱 与所谓 瞌睡之震 这篇文章最主要是 收集 禁书里面很多的资料 来讲 瞌睡之震 是什么 为什么会导致 王敦带兵 恭敬健康 另外 我写了一篇 这篇叫做 知识通信中 关于人们心理的描写 我在看 知识通信的时候 这些瞌睡之震的内容 用什么方法 掉多少人 用什么方法 弄多少钱 几乎都没有 那知识通信里面写的是什么 知识通信里面写的 就是这种 人们的心理 彷徨 由于怎么办 以及后来的转变 从可以接纳王敦 到最后团结起来 对付王敦 整个心理的转变 这个知识通信里面 所显得的东西 这篇文章是 登在 中国文化大学 过去担任过 校长院长的一位 做宋史的一位学者 宋熙 宋熙先生 八十岁论文的纪念纪 纪念论文纪 后来 王敦 第二次起兵 第二次起兵没多久 王敦就死了 第二次起兵的时候 因为大权在王敦的手里 所以 虽然 始终不支持 可是王敦的力量 还是相当的强 可是最后 把王敦的势力打败 最主要靠的是 刘明帅 刘明帅里面 两个最重要的人物 一个人是 西建 一个人是 苏顿 这个字 麻烦一点点 不要念吃 我想起 现在很多人 都念西 西建很有名 大家如果不认得他的话 他的女婿 你一定认得 对不对 他女婿是谁 王熙之 东床快婿 西建 在西今末年 已经在朝廷做官了 可是 他出来的比较晚 那时候已经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他就跑到山上去 去避难 山里面的人 当然认得他 就跟他讲 说 西先生 我们以前受你的灶 今天 当然要报名 可是 我们的主径 也非常的困难 粮食 真的是极其有限 下一次 你一个人来吃饭 不要再带小孩来 好不好 西建能不能说 不好 那小孩吃什么 当然不能再讲 所以西建就说 好的 我下次一个人来 那两个小孩怎么办 怎么办 西建有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他 吃到最后 大大的咬一口 然后跑回去 突然 为这两个小孩吃 这个故事什么意思 这个故事意思就是 他们当时是经过 多么艰难的一个考验 后来三年之后 他带了三万人回来 这个时候他要选女婿 他会喜欢那种 油头粉面的吗 他会喜欢那种 穿名牌的玩苦子弟吗 当然不喜欢 所以他选了往西治 这是西建 他是流明帅 另外还有一个 苏俊 苏俊跟他不一样 苏俊就是豪强出身 地方上豪强 但是他到南边来的时候 是比较晚 比较的晚 所以他也是流明帅 是他们流明帅的力量 把王敦的残存司令 解决掉了之后 那么这个朝廷是谁负责呢 所以朝廷就由余亮负责 余亮就来当人宰相 余亮声望极高 我们看我们资料里面 有一段 于原规 余亮之原规 美之荣三文论 姓好老庄 风格俊证 动有礼节 闺门之内 不输而成 使人以为 夏侯泰玄 成掌文之轮名 这个人 外表非常好 内在的修养 也非常的高 特别 请注意几个字 风格俊证 动有礼节 这人漂亮 而且你到他家里面去 整个家里 规规矩矩 家里面 整个的气氛 你就感到 无懈可及 所以大家就觉得 这个就像夏侯泰玄 夏侯泰出 应该是夏侯泰出 对不起 打成夏侯泰玄 夏侯泰出 就是夏侯玄 就是夏侯玄 成掌文 就是成群 都以为是 朝魏时期 最漂亮的人物 去年上过课的同学 还记得 我们在讲 周代忠妙宗 我们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 就是夏侯玄 夏侯泰出 当时人说 他像忠妙宗的礼器 另外还有就是忠规 是不是 他像武库宗的兵器 忠规是非常聪明 一股杀气 但是这个夏侯玄 他像宗妙里的礼器 如此之稳重 如此之让人齐静 让人从心里里面 出现那种尊敬的感觉 这是夏侯玄 大家就看 怎么有一个人是这个样子 不管是言谈 不管是举止 不管是各种的表现 几乎是无息 没有任何的瑕疵 所谓风格俊正 大家就想一个问题 他到底是天生就是如此 还是后来努力学习才是如此 如果是后来努力学习才是如此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想他学 如果是天生就是如此的话 这就表示学不来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知道呢 有一个方法知道 这方法就是看他的儿子 就发现他的儿子 生下来没有多久 言行举止 就是风格俊正 答案揭晓了 学得来学不来 学不来 这个是雨量 请问 在中国历史上 你还在哪一个时代 可以看到这样的荣誉 没有的 历史上的人物 尽人最美 这个美不是光是长得漂亮 是他的一种风格 他的一种举止 他的一种神采 他的一种风韵 这是雨量 雨量当宰相 主持朝政 对苏俊不满 苏俊当时手握重病 在丽阳 丽阳就是在健康的旁边 所以 雨量要把苏俊 从丽阳太守 调到朝廷 就跟苏俊讲 我请你来当大师农 我们上学期也讲过 大师农可不是 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大师农是财政部长 很高的官 苏俊说 对不起 我只会打仗 我不接受 其他人知道了 王导啊这些知道了 就劝雨量 说你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 你动他会麻烦 苏俊就要动他 对不起 余量就要动他 余量就要动苏俊 苏俊心里非常清楚 苏俊一再跟余量讲 你就是送我到最边远的地方 让我代理党上都可以 但是你要调我到朝廷 我就是不接受 我请问 为什么苏俊就是不肯接受 为什么 为什么 苏俊在想什么 当财政部长 大官 他为什么就是不接受 苏俊是心里清楚得很 他想到他调过去之后会怎么样 对 他调过去之后他会被杀 所以他就是不接受 所以很多人就劝雨量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雨量就是要调 后来苏俊讲了一句话 说我情愿 庭位 我情愿山头看庭位 我不愿意庭位看山头 庭位 庭位是什么 庭位就是台北看守所 庭位 庭位就是 主管司法的监狱 我情愿在山头上看下面的监狱 我不愿意在监狱里面看外面的山头 这话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其次他的军队在健康中 一下就攻进去 一下就攻进健康 攻进健康 仓皇中 雨量好 怎么办呢 这个局面怎么解决呢 这个时候就靠一个人了 不是他要看 这个人叫 温教 温教是什么人 温教是 刘坤的太太的妹妹的儿子 他要叫刘坤 叫姨父 刘坤后来 天下大了 到宾州 到山西太平 沿路上 一片荆棘 沿路上 所见都是白骨 到了那个地方 是完全残破 在那个地方建立起 汉人的一个居住点 建立起一个汉人的恢复旧山 旧江山的基地 是谁帮他的忙 是温教 后来 以温坤为首 联络各地的北方的人士 上书给司马瑞 给狼牙王司马瑞 请司马瑞 继承大统 请司马瑞登基为帝 所以司马瑞能够当皇帝 他不是说 我这个有个实例 我就宣布了 不是的 是所有人 大家联合上书 领衔的人是刘坤 刘坤派去的人 就是温教 温教 他离开了太原 来到了南方 来到南方之后 很受到南方士人的欢迎 这个人 这个言谈 这个人的观点 这个人的风格 我们非常喜欢 史书上记载 温教是个胖子 而且是闹山湖 所以不够帅 可是呢 他就喜欢他 这个时候温教一看这个情形 不对了 所以温教呢 就跟余亮讲 现在只有一个人 可以帮忙 这个人就是在荆州的陶坎 当然 王敦死了之后 荆州这么重要的地方 要找一个能干的人 这个人 当然就是 只有陶坎 所以 温教就带了余亮 去见陶坎 好 我们看 我们所选的 事说行李的这一段 石头故事 朝廷寻服 石头 石头城 朝廷寻服 就是书军 攻进去 温中武 温中武就是温教 于温康 温康就是余亮 陶工求援 陶工云 宿主 顾命 不及见 皇帝死的时候 请一些人 当顾命大臣 我当时的名字 被列上去 什么人把我删掉 余亮把我删掉 且书军作乱 逊游诸余 就是你们余家兄弟 把这个朝廷 搞成这个样子 把整个京城都 请父 朱祺兄弟 不注意谢天下 你们余家兄弟 全部散光 这样子还 还不够来陪不适 于是 余在温康后 温之 幽不无际 一样听说了 听说陶侃 这样子讲我 非常非常的担心 别日 温却于见陶 温 温教教教 劝 渝量去见陶 渝量 游于未能往 说 他这样子讲我 我去见他 不是 自讨没去吗 温教讲了一段 吸狗 我所吸 请注意 吸狗 吸狗是什么意思 吸狗就是 哪一个少数民族 那家伙 吸人都不讲吸人 叫吸狗 看不起这些少数民族 陶侃就是少数民族 所以叫吸狗 但是你去读 知之通见 这个就没有了 自说西语 才保留原汁原味 清淡兼之 必无忧也 你去 没问题 这个人我太深 这个人我太了解他 你去看他 没问题 于 风之神貌 陶一见便改观 陶侃当然知道 鱼谅 风格俊正 动有礼节 归于门之内 不输而生 当然知道 但他从来没有想到 一看到 比他想象中 还要让他喜欢得多 还要让他感动得多 他觉得 哇 天下怎么会有这么人 会有这种人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而且谈宴近日 于亮说 我要去休息 不要不要不要 继续谈继续谈 继续谈 继续谈 爱重顿治 我觉得 你读懂了这一段 你才了解靖朝 后来 陶侃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 怎么可以让鱼元归来见陶侍行 也就是说 余亮虽然垮 失败了 余亮虽然落魄了 可是余亮的声望 余亮的地位 余亮的等级 还是远远在我陶侍行的上面 所以 像余亮这样的人 我觉得 如果我们不是读一点通鉴 我们不是读一点禁书 我们不是读一点四处心语 我们基本上不太碰得到他 但是他却是那个时代 人们心目中 非常有分量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重要人物 陶侃答应帮忙 交给温教指挥 温教带了人 孙江而下 就到了石头城外 苏俊在城楼上一看 说温太真果能人也 大家都说温教很厉害 我一下见识到他 你看他这个布阵 好厉害 所以温教就把书俊给打败了 打败了之后呢 当然温教建有大功啊 可是温教是从北方来的啊 很晚才来的啊 朝廷里面也不可能让你来主事啊 所以温教说这样好了 我就到地方上去 所以就给了他一些人 就到地方上去赴任 傍晚过河 然后就发现 水下面怎么有东西啊 天气已经暗了 看不太清楚 点起火把来 点起火把一看 水下面一群人在走 奇怪 怎么有人在水里面走啊 然后到了那边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觉得有点不舒服 牙痛 到了第二天睡觉的时候 做梦 梦到守 那批走的人来跟温教讲 说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互不相干了 现在你来干预我了 对不起 我要让你与我同行 到了第二天 温教就死了 大家说你在讲什么啊 我在讲禁书中的故事 我在讲禁书啊 禁书就是这么记载的 所以禁书 我们这边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 禁的人物这么漂亮 禁的人物这么样的有风采 禁的人物这么有特色 为什么禁书 刚好到三国志 下面禁书就断了 就三国志 后汉书汉书实际 这是事实 这是好书 禁书是不好的书 因为禁书鬼故事太多啊 所以 所以诸子就讲 说禁书中除通鉴记录则外 其他都是可笑的小说 问题是禁人的事情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流传下来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值得我们去欣赏的 好 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有点芬草 这我考虑也在Hub акку吗 lad达